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啰大家想要這次難得回台灣 也來拍一點在台灣的Vlog 今天跟我的檢輯師來吃餐酒館 這家店超漂亮的給大家看 整家店只有我跟檢輯師2個人 他們牆壁上還有很多很漂亮的花喔 我們今天呢 試來一家叫做大亨餐酒館的餐酒館 其實沒有來吃過 但就Google查他的評價還不錯 所以呢就預約了 我們剪輯師送我小禮物 謝謝 這是麻辣康 這是瓦吉 瓦吉 哇看起來好好吃喔 謝謝你 我也有準備禮物給你 謝謝 給你 哇你什麼 這個是我跟文當一起選的伴手禮林 喔好可愛喔 它是餅乾 然後它的盒子很可愛 謝謝 不愧希望你喜歡 哇啊麻辣 我超愛吃麻辣的 這個我覺得它看起來很文青又很可愛 謝謝你好可愛喔 我要來拍個照 謝謝你是點的美酒 給大家看這個杯子超厲害的 看它會這樣子晃 超酷的 然後我們剛才點的 南南炸出來了 好香都聞到它的味道 可是這個是塔塔南蠻醬 我很喜歡塔塔醬 我覺得這樣應該就是蠔味 對應該要先吃原味 應該好聰明喔 OMG這個醬超好吃大家 超好吃 不會膩耶 一般來說是有中度醬會有點膩 嗯 謝謝露醬 沒有很美觀 對 哈囉大家 今天我要跟Mana一起拍影片 這一次是她聯絡我 我超開心的 沒想要剛好回台灣 還可以跟其他YouTuber合作 也是第一次見到Mana醬 所以很緊張 第一次見到 好開心喔 而且Mana醬得超好的 還剩我洪瑞珍的三名刺 恭喜喜歡的三名刺 謝謝Mana 謝謝Mana 那我今天呢 會跟Mana一起拍一支影片 大家可以去Mana的頻道那邊看 好 謝謝 現在Mana在拍她一個人的縮圖 很棒很棒 很棒很棒 很棒 很棒 對 瑞珍的皮膚超級好耶 白白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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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才跟Mana到別之後 今天晚上我要跟另外一個朋友吃飯 那因為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我就來咖啡廳 過著看一下說 我現在來的是在要來或者上島咖啡 那我看的說這一本是阿滴寫的 按一下飯庭鍵也沒關係 這本書呢 是我昨天在書店看到 然後翻了幾頁 我覺得還不錯 我就買回家 我其實昨天晚上已經快把它看完了 但是我想要再細細的 好好再沉浸一次 所以我現在想說就把它沖看一遍 我自己看的時候就是一直苦 因為眼淚會一直流下來 還蠻推薦的一本書 我點了一杯熱紅茶裡面放了檸檬片 然後另外點了一個中午肉蛋糕 我今天整天足夠喝一杯飲料之後 還什麼東西吃 我今天要吃 大概就吃這邊 今天我們家要和我去飯店幫我慶生 那去之前呢 因為真的太餓了 我就去我們家附近買一個小小的青蔥餅 這種餅真的是台灣才有 日本沒有 沒有 超好吃 哇 這個可能它的外觀沒有很美觀 其實它美觀被我吃掉了 這個是我媽媽和妹妹今天幫我訂的房間 竟然有準備這個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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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應該是要把它帶在我的頭上 我們的浴室每次要爆炸 給大家看浴缸 而且浴缸這裡還有附防滑店 哇 好可愛 好像五歲喔 等一下還有那個外帶餐 阿這個回台灣心得怎麼樣 回台灣滿開心的啊 沒有躺在家裡 我們來這邊不就換個地方躺而已 也是喔 沒關係 我在房間裡面走來走去 有什麼好走的不就這樣子而已嗎 我們有加購生日餐 原價3300 加購價299都送他們餐廳送的餐點 有沙拉 還有甜點 跟龍蝦義大利麵 還有牛排 耶 吃囉 呦呦 吃到了嗎 開動 我要吃這個鮭魚 嗯 好吃 它椰菜感覺很好吃耶 它的義大利麵是青草耶 嗯 好吃 吃鮭魚好吃 鮭魚好吃喔 我剛才也吃覺得好吃 因為今天晚上是開Party的感覺 我們怕吃不夠 我們又點了 叉燒飯跟公仔麵 還有鮮蝦腐皮捲 超會吃 剛才他們飯店的甜點 我也吃了一個 這鬆餅很好吃耶 我們點的精華就是這個醬 好讚 好像有點太鹹了 小酥酥啦 小酥酥啦 我們先打給文當 啊 啊 我不跟妳打過了嗎 用你的手機打 他接了他接了 阿伯咧 你還跟文當對話 對啊 裡面日夜會長 一點點 對啊 裡面要三級耶 欸 你們是二級 不是三級吧 好了啦 好像拜拜喔 對啊 怎麼這麼像拜拜啊 打殺人耶 打殺人 打殺人 好 大家一起唱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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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文的要買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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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願 許願喔 不要說出來 是三個 兩個說出來 我就沒信真啦 第一個 全家健康平安 要翻人入了嗎 大家元氣勒 健康 第二個 第三個 掰心裡 好啊 吹囉 我這樣就好了啦 先這樣 我這樣就好了啦 待會兒走 你這樣別人怎麼吃嘛 媽 你看我的文單 你不要學他切那麼一點點啊 你整個切 什麼切 我在切好了啦 你知道 大家好 我是陸蔣 已經回來台灣一個多月了 因為今天帶來日本的關係 就真的完全沒有跟家人一起相處的時間 我真的覺得這次回來回來都很值得 然後另外一點是我見到了非常多的朋友 有以前高中同學 也有大學同學 還有出社會之後認識的朋友 那因為這次回來有遇到我的生日 就很多朋友幫我慶生送蛋糕給我 我的高中同學還特地送蛋糕到我家 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印象很深刻 那個晚上好像是高中同學幫我慶生 那我回家之後我一個人坐在客廳 就突然覺得很百感交集 就是原來自己是有眾多朋友 就是在我身邊 然後家人也是 就想到這裡的時候我就整個忍不住 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那天就哭掉超多衛生紙 然後我妹妹在旁邊整個傻眼這樣 那個晚上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覺得一切都很感謝的感覺吧 其實在回台灣之前呢 我都沒有想說自己會有什麼心情上的轉變 我覺得對我來說這次回來真的是幫我沖了很多點 也是我意想不到算是蠻意外的收過吧 也非常高興可以在台灣度過這個生日 那出去之後呢也會在路上遇到有沒有觀眾 就會跟我講話 真的謝謝大家 遇到大家真的很開心 那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常回來 然後也把文章帶回來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身邊重要的人 差不多要準備回日本了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